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单月销量已经分别突破了4000台和3000台 对于一个相对来说在国内比较年轻的豪华品牌 这样的一个销量数据表现确实是非常优秀了 而如今它的第三台豪华中型SUV航海家也极兼国产 这台车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底正式上市 它的售价区间预计将会在30万元左右 相比于众多的豪华车型来说 这个价格确实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 为官方们这台车延续了海外版的设计风格 首先它的中网是采用了家族化盾行星辉式的设计风格 采用了这种点阵式的布局 整体看上去不灵不灵的还挺妖眼的 而且它灯组采用了全LED的设计 它的下包围稍稍和海外版有一些区别 而且在高配版的设计中还可以选装LED的日间行车灯 这台车的内饰设计风格其实是采用了上一代 林肯家族的设计风格 整体来说它的造型设计 还有这个按键的布局 会稍稍的显得有些老气 但是对于这种比较崇尚经典 喜欢这种稳重大气 以及实体旋钮按键的这种用户来说 它的设计风格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说到这台车的优势 第一点就是它的外观设计了 其实它的整体设计风格和目前比较主流的那种 年轻化的设计风格其实是有明显的差异化的 它整体看上去会更加的大气 会更加的稳重一些 也算是逆潮流的一种设计风格 那么和目前比较当下流行的那种设计风格 形成一种差异化的竞争 这台车的第二个优势就是它的性价比了 毕竟这台车定位是豪华中型SUV 在同级别的车型中 它的价格 30万出头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也确实比较具有性价比 而且像这台车的一些配置 整体内饰的质感 表现其实都是还挺不错的 动力方面 这台车将会搭载2.0T和2.7T两款发动机 匹配的是7速手自一体的变速箱 不过这台车说实话也有一个小的问题 那就是零成品牌对于豪华的定义和理解 毕竟中国的消费者在经过了这么多年 德系豪华的喧嘆下 对于这种美系豪华 接触度稍稍会有那么一点的困难 尤其像这台车的内饰 它呢 整体的设计风格会更加的粗犷一些 和众多的国内消费者理解的那种 很精致啊 很有科技损维啊 这种感觉确实不太一样 所以未来林肯是否能够获得更多 消费者的认可呢 咱们拭目以待 咱们拭目以待